咱们这一集继续配置网络 这就轮到容器网络和安装网络插件的卡里口 主要其实就是为了安装一个卡里口 上一集不是说了咱们不是改了IP吗 然后还稍微简单的解释了一下滋望掩码的一个作用 完了以后这时候你应该正常情况 你可能会有个疑问 就是说我这不是装了一个master两个重节点吗 那master的时候我是不是每台机器 我都装了那个cubeADM cubeLat和cubeCTL 包括这三样东西都是这么装的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那我的master即便我就装一个 那我现在这样说 我要装1000台sliver 这时候是不是有点尴尬 你想想看 是不是不是说这个每台机器 都要去配置这个cubeADM 去交易到这个master身上去吗 那按照我现在这个操作手法的话 我1000台 我怎么办 我一个一个装吗 是不是不合适 是不是有问题 对 问题在这个地方 对吧 那这个问题是怎么解决的 那这一块才叫真正的 是开始往这个运维身上偏了 这时候就要用到一个大名鼎鼎的工具 叫做unzible 这是运维的unzible 这个东西 这个unzible是 干什么用的呢 简单举个例子 unzible是干这个用的 就是说它也一样 它是unzible是要每台机器都装的 这是每台机器必装 这么个概念 这个好弄 因为你装unzible就直接往上装 那么我们有了镜像 我一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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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克隆它 是不是啊 哎呦 就出来就有 出来有了以后呢 就是它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有了这个unzible以后啊 只要你保证每台机器打开了这个ssh 就是ssh缅密连接 其实不就是咱们配置那个gitlab的时候啊 github的时候 不都干过这个事情吗 就是我拉取文件的时候 不是配了一个sshd那个config的东西 对吧 哎 我们就可以通过ssh啊 我这个它这个机器上放公钥 我身上放私钥 然后这样一对接 我就给你连上了 对吧 哎就干这么一个东西 有了这以后呢 我只要只需要对我的这个unzible这个主节点 发送一个指令 比如说啊 我要干的事情就是apt getupdate 我要干这个 我把这个指令给谁呢 给到这个unzible 那么所有安装unzible的机器 都能接受到这个指令 就一次性把它全部啊 所有其一千台一万台 就一次性把它全部怎么样 apt getupdate一下了 说到这你就应该明白了 对不对 所有机上做的unzible 我一个指令发给这个主unzible 他把这个命分发下去 是不是啊 哎 那就全部都弄上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 在运维当中啊 这个快速安装 我们要所要环境的这么一个利器啊 这个unzible啊 大名叮叮的 好 这个这个 你应该有这个疑问啊 然后我给你解答一下 这怎么能做到 怎么快速快速安装啊 这就是这个意思啊 这这这真运维啊 这这个好 好 那这就不说了 然后呢 咱们再看这个 网络 首先呢 先看一下啊 这个什么是容器网络啊 容器网络是容器选择连接到其他容器 主机和外部 网络的一个机制 那么这一段讲的是Docker网络啊 还不是Cubinus的网络啊 你注意一下 这个Docker网络 大概一个什么概念呢 因为我在之前的 持续集成与持续交付当中呢 其实我们咱们碰到我有网络问题啊 但我没有去细说 这里呢 我再稍微跟大家提点一下 咱们的这个网络是这样的啊 这个Docker下面有个叫做Network的一个东西 啊 就是说有这么一个命令 这叫Docker网络 这个东西呢 就是正常 你应该自己去稍微研究一下啊 这个Docker Network 比方说LS 看到没有 那么在这里有说啊 这有几种模式 那么在这里呢 有这个abridge 桥接 host 主机和什么都没配 这三种模式 完了以后呢 咱们这个默认情况下启动的 应该是使用了这个Bridge模式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IP IP里面呢 是不是有一个Docker网络啊 哎 你看这个IP地址172.17.0.1啊 然后你看自网研码啊 是16 这就是它的一个呃 IP范围 然后呢 这个就说明了Docker呢 给我们虚拟了一个网络啊 那这么一个意思 那Docker与Docker之间这个互通啊 它其实是有问题的 它原来说不是有问题 因为它够安全 因为Docker之前有说过 它有一个叫做杀核机制啊 我们画一个图稍微理解一下 Docker啊 它有个守护进程 有容器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实际运行Docker的时候 哦 假设这是这个容器啊 就比如说我运行一个Anjix 然后我再运行一个Tomcat 再运行一个Massacre 好 那这不是有三个容器吗 容器名字就叫Anjix Tomcat和Massacre 那么这三个容器呢 我会去给它这个独立部署起来啊 那Docker会为这些容器分配那个默认地址 叫172.168.172.16.0.1 比如说啊 172.16.0.2 这是172.16.0.3 下面这个IP地址是它是容器嘛 下面的IP地址是由这个Docker在控制的啊 就不是我这个真实的一个IP啊 是虚拟出来的 然后呢嗯在Anjix要去反向代理Tomcat 对不对那Tomcat呢 又要去连接Massacre啊 就做一个这个基本的简单的应用 不就长这个样子吗 如果你是在Docker Compose当中 一次性启动这三个容器 因为咱们不是有那个Services 然后啊这个下面那个服务 就有这个Anjix Tomcat和Massacre 那么在这个就是一种叫做集成环境 这么一个概念 那么这三个容器就是他会创建 呃一个默认的一个网络 那么他会将这三样东西啊 放到一个网络之中 那么他这三个容器就可以互通 但如果你是独立部署的就不行 那这个时候他就杀相机制 他的杀核机制啊就开始发挥作用了 三个人是不相通的 那不相通的话是那那不就不在一个局网吗 那你不在一个局网的话 你这三个人你你你你怎么对接呢 是不是对接不起来啊 对接不起来怎么办呢 于是就是什么自定义巧接网络 这么一个概念啊 于是呢在这个呃刀克当中呢 我们有一个命令啊 就可以通过这个刀克 Network啊 create啊什么XXX啊 网络这么一个意思啊 这个后面名字随便你起啊 前面是命令 那么当你创建了这个东西之后 我们在刀卡Pose里面 就可以写一个配置文件啊 就那么YML 那个里面可以写一个配置文件 叫Network啊 然后这个Turnal啊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这个XXX 哎大概是长这个 大概是长这个样子的 那么这时候代表 我们这里就创建了一个 哎名字叫什么XXX的 不是这有一个这个XX网络吗 然后呢我在刀卡Pose启动的时候呢 我就将它做成一个外部网络的 这么一个概念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所有的啊这个容器啊 在启动的时候就去连接到 就是将这三个容器啊 同时连接到这个叫做XXX的 网络里面去啊 通过这刀卡Pose的一个配置 这个时候他们不就在一个局往里了吗 从而导致这三个人怎么样能够互通啊 所以容器容器之间的一个通信 是由啊刀卡的一个network啊 在这里啊控制着在 好然后说到这里呢 再额外补充一个支持点 就是说实际咱们在部署容器应用的时候 是不可以把这个所有的服务的这个端口 都给暴露出来的啊 我们知道比方说安静克斯 它这个端口是80 我们会写一个ports 对吧 然后把这个啊80 冒号80左边数据机右边容器 把它怎么样映射出来 那么用户就可以去访问它 是不是这意思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安静克斯呢 去返向代理tomcat tomcat去连接myserker 在这种状态下啊 正常部署的时候 就这种这种方式部署的时候 我们的最后面两个容器 实际上是不可以暴露端口的 也就是说他这tomcat里啊 不是正常应该是个ports 然后这个8080 然后8080 是不是长这样 这个配置是不允许出现的 也就是这是为了什么 为了安全考虑啊 那端口不暴露出来 是不是代表客户端 无法直接访问到这两个容器啊 其实是这么意思 实际部署应该长这个样子 那就用户啊 去访问安静克斯 安静克斯可以暴露端口 那也就是这里会暴露出80端口 那么这个啊 客户端啊 用户去访问安静克斯 安静克斯反向代理谁呢 API网关 长这样 那API网关开始 后面所有的服务 在这儿我是产品中的啊 我这个意思 后面所有的容器都不能暴露端口 然后API网关去路由 这个服务A 再去路由 这个服务B 然后咱们这个服务A 可能还会练试调用服务C 是不是这样 那只有安静克斯会暴露端口 客户端只能访问安静克斯 有安静克斯反向代理到局务网里面去 那么说明这些 这些都是容器啊 那么这些容器的话 是不是刚才我创建了一个 这个网络啊 那这个时候啊 所有的容器都来访问 都去连接到 这个网络之上 你看做到这么一个效果 那是不是代表 这些容器就在一个局务网啊 那么反向代理去找到API网关 网关去路由 这些服务啊 链式调用 它们之间的通信就形成了 那所以这时候咱们的局务网呢 应该是长这个样子的 这图好像之前也画过 对吧 你看安静克斯是暴露在局务网之外的 客户端访问安静克斯 安静克斯 去 去 去反向代理 对吧 实际部署应该长这个样子 如果你的部署模式是把这些端口全部暴露出来的话 其实是不正确的啊 因为你这样会显得不是很安全 实际上啊 这种模式就比较安全一些啊 这就是咱们的一个Docker网络 那Docker它是它的容器是需要网络的 而我们的这个Cubinx Cubinx不是基于这个Docker在运行的吗 是不是啊 其实它也不就是在管理容器吗 这个东西在之前我说过啊 Cubinx一句话总结就是容器编排 那么看这张图我们就明白容器容器之间 它是要通信的 它需要通信 所以它需要网络 那Cubinx这东西默认情况下 它提供了这个 呃 它是需要有网络来将这些容器之间去做这个互通的 可是它需要有网络的这个插件 换句话说就是网 Cubinx的网络啊 它只提供了一个标准 那么你去实现它的标准的话 就代表咱们的网络有很多解决方案啊 那这里就引入了一个概念 就是Cubinx中的CNI 这个CNI什么东西呢 叫做Content Network Interface 它是一个标准 就是Cubinx提供的一个容器网络接口 对不对 它提供了接口 那谁来实现呢 是不是要有人实现 而这个实现的人呢 有这么几种 下面有写啊 有四种 Flannar Colico Kernel Wave 我选行呢 暂时我们先用这个Colico 这Colico用起来这个比比较简单 那也就是说我需要让它联网 对不对 因为容器与容器之间是隔离的 那在Cubinx当中肯定也不例外 它这边不是有这个提示吗 它说哎 如果你想这个使用你的这个集群的话啊 你需要跟着下面这个步骤稍微做一下 第一步啊 就让我们可以用CubeCTL 就不管了啊 然后第二步你看啊 You should not deploy a port network to the cluster 那么这个时候它说意思就是说 你现在需要部署一个啊 这个port的网络到这个集群 对吧 port的是什么呢 port就是这个所谓的呃运行容器的最小单元 那等会再先简单解释一下啊 因为做到这一步呢 我想说明的就是其实到这一块 其实涉及的理论知识已经比较多了 可是我之前都没有说啊 我们先把还是老规矩啊 先把它跑起来 咱们能跑起来之后 我再补充几节课 我们再把啊 到能跑起来之前 就运行容器之前的一些知识点 出现的东西 咱们稍微总结一下啊 这大家好深入理解一下 啊 反正就是说这个port的 就相当于是运行容器的东西 而容器与容器之间要通信 所以它需要有网络 对不对 它就让我们这运行一个叫做 CurperCity Plate-F portnetwork.yml 这么一个东西啊 这个配置文件呢 就代表着什么呢 代表着 我们有一些方案可以选 那比如说Flanel Curicle Curicle V 可以选 而我现在暂时选定的是 Curicle 那Cubinus在运行的时候 大概长这个样子啊 就简单化一下 大概长这个样子 首先我们是一组两重 那这里这个是Cubinus的Master 这是主节点 然后呢 我还有两个 重节点 The Sliver 然后 Slaver 长这样 那现在呢 我们这是 不是一组两重 不是集群吗 那集群的话 这两个Slaver 是不是要连到Mask的身上来啊 哎 这样连过来啊 我们通过这个局域网 我们在同一局域网 所以我可以把它通过CubeADM 把它交印进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 这三个人是不是就互通了呢 就代表我的集群是OK的 集群OK以后呢 我真正要做的是 它不是容器编排吗 所以我要启动容器 对不对 那启动容器的话呢 大概长这个样子 在这个Node里面啊 Mask的这个东西啊 是不允许使用Node的 也就是说Mask只负责控制Slaver 不去在就不会在Mask里面去启动 这个所谓的POD 虽然你可以在里面启动 但在生产环境当中 是不允许这么做的啊 是这个意思 所以Mask不会启动任何东西 它就是用来控制Slaver的 好 那么在这里 这个Slaver 也就是所谓的Node啊 其实这里严格意义上来说 应该叫做Node 好 这个理论就再往后 往后放一放 就Node里面呢 运行的是谁啊 是这个Docker啊 是这样子的 这个Node下面有Docker 然后在Docker里面 不是启动容器吗 而Docker之上呢 有一个叫做POD的东西 POD里面 运行的才是container 就是我们这个Docker容器 那一台机器上能启动多个POD 是这样子的 下面这个一样的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我们这集群不是联网了吗 那POD的话 这里是container 那这里是不是代表 我可以在这里启动 安静克斯呀 然后我可以在这里启动 这个Tomcat呀 是不是可以长这个样子 那么他们之间 是不是要通信 问题在这 他们之间要通信 那么这个时候 就需要有网络插件了 而这个网络插件的选型 就是这个CALICO 这个意思 当然了其他也可以用 那有了这网络插件以后 他就能将这个容器 容器之间进行一个通信 做到这么一个效果 之所以是这样子 所以呢 我这个上一集做IP 资网研码的时候不是说吗 那我我必须要保证 我们这些机器能够在同一网段 它才能通信 对不对 那就需要有资网研码 就需要有这个所谓的网络范围 于是呢 我们在 嗯 配置QVADM的时候 在这里啊 我说这里是 之前这里写的是壳头啊 我先改掉了 现在就叫做配置 CALICO的这个默认网段 设置了这个范围 看到没有 那这个范围 哎 16 是不是代表这个啊 25525.0.0 你看我能 就就可以部署 很多台计算机了啊 这是他CALICO 默认设置的这么一个 呃 网段的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样的话 哎 我部署成千上万台跑的 就没有问题了啊 我就可以 这个所谓的这个大规模 集群 就得以能够部署 是不是这意思啊 因为他们之间才能互通嘛 要做到这一点啊 这个是我这个网络 需要干的一个事情 好 那就这个啊 那这个CALICO是什么东西呢 简单点说 就CALICO是为容器和虚拟机 提供了安全网络连接解决方案 并经过大规模生产 这验证啊 在在公有云 4189是在这个 这肯定不是阿里云了啊 是在这个这个亚马逊 对不对啊 跨数千个集群界点当中 而经过测试的啊 可以与这个Kubernetes啊 什么Docker啊 什么OpenDeck啊 去集成 对不对 那这个代表啊 我们用的是Kubernetes 然后需要用到CALICO 来将我的这个Port的网络 能够互通起来 以达到我这个大规模 集群节点的这个互通啊 反正CALICO是个好东西啊 这个具体的这个就再往后说 因为它这个和网络相关 它中间涉及好多好多指示点啊 三言两语暂时讲不清楚啊 这个先往后放 反正我们就明白啊 这就是为了Port的互通的 对吧 也就是Docker容器的一个通信问题 要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安装呢 这里有官方网站啊 我们可以进去看一下 那复制前面这个地址 它是个官方网站地址 走 好 然后这里有个getting started 然后cubines quickstart 在这里呢 就这部署其实就写在这里啊 那你看我这里版本号 最新是3.7啊 我就照这个3.7走的 quickstart 就很简单 照它做就可以了 他说你先创建一个单节点的一个集群 我们就一阵两从 就属于单节点集群 然后呢 在这里呢 他说你需要初始化这个Port的network 看到没有 我刚刚说了 对吧 这个IP的这个范围啊 这个啊 这都明白了 对吧 然后这这句不用我解释 对吧 就是能用cubectl 哎 你看cubectl apply-f 是不是在这个日子里面有 cubectl apply-f 你看Portnetwork yml 这配置文件 就在这了 clicode.yml 是不是 这个文件是可以 你看它不是能在这里打开吗 这文件好长 里面好多 这个网络的配置 然后 这文件你可以把它下载下来 那这样的话 -f什么意思 就是 咱们在启动 docker compose的时候 记不记得 我也不记得 我也没有说过 就是 docker compose 是不是up -d 是不是长这样 就up 启动 它是在当前目录去找 那个我们的这个名字叫 docker compose compose yml 的这个东西 yml 这个配置文件 对不对 但是如果我的配置文件放在别的地方 并且改了名字 是不是 比如说我把它放在 compose目录下有一个hello.yml 我想这样子去启动它怎么办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什么呀 dockompose-f up-d 长这个样子 就代表什么呀 -f就指定你这个 ml的一个配置路径和文件名 就等于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就把它这个用一下 并且它这个命令是可以直接连网去使用的 还挺方便 那这个网络只安装在master节点 走 好 可以了 这个下面就是它这个输出的一个提示 就在配置了 比如说这里说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我所有的 我就是你看getpots了 意思就是观察我所有的pots的一个 状态 我们复制一下 粘贴 走 好 在这里可以看到 之前的这些镜像 etcd 什么apr server等等都启动起来了 但是呢 我现在 我不是有两个子节点吗 对吧 就两个node 然后这master 这个时候你看我的这个cariq 这个网络的配置开始启动了 包括我的这个dns这个服务 那这里就处置化 一开始是先处置化 然后 创建容器 就说明中间要拉取镜像 对不对 这里呢 要等 这是跟你那个配置来的 他可能就是说等的时间会稍微有点久 也许三分钟 也许五分钟 在这里一定要耐心 一定要等到所有的states变成running 就代表咱们的这个cariq 这个网络插件 就算是安装成功了 好 咱们这个稍微等一会儿 好 咱们这个所有的pots就成功运行起来了 就都是running了 这里都是111 对不对 好 就这就代表咱们基本上安装成功了 然后咱们再cubectr get nodes 再看一下 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matter the level的状态 已经变成了ready 就代表咱们的网络环境已经配置完成了 好 那这一集呢 这个配置网络就讲到这里